我家小僵尸最喜欢吃巧克力球了 我要给我的小僵尸画三个巧克力球 这儿一个 这儿还一个 好了 画好了 我家乔治也最喜欢吃巧克力球了 我要给他多画几个巧克力球 画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了 我也画好了 猪爸爸 你画了那么多 也是百画 看我的 乌拉乌拉魔法 变 哈哈哈哈 我们家的巧克力球变成真的了 居然僵尸 你能把你的魔法棒叫我用用吗 哼 不行 我就是不借给你用 爸爸爸爸 我也想吃巧克力球 咻 乔治 我可以帮你把巧克力变成真的 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才可以 只要你帮我把拼图拼好 我就帮你把巧克力球变成真的 好的 画仙子姐姐 没问题 我最擅长拼图了 那我先看看这是什么 哇 原来是小青蛙呀 这是小青蛙的头 这是小青蛙的身子 是小青蛙的腿 还有手 好了 拼好了 哇 乔治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吧 看我的 画仙子魔法能量变 哎呀 对不起 乔治 我能量不足了 我只能变出一个巧克力球 我需要小红星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送给画仙子姐姐补充能量 让她帮我把巧克力球全弹出来呀 七娃 我这个棒棒糖送给你 佩奇佩奇 谢谢你送给我棒棒糖 我很喜欢哦 不客气 不客气 好朋友就是应该分享呀 大娃 大娃 我这儿呀 有金币巧克力 我把它送给你 谢谢你 乔治 不客气 不客气 好朋友要一起分享呀 三娃 三娃 我这儿呀 有足球巧克力 我把它送给你吧 谢谢你 小猫看底 你送给我的足球巧克力 我很喜欢哟 不客气 不客气 咱们是朋友就应该分享呀 爷爷爷 我们回来了 孩子们 你们哪来这么多零食呀 这个呀 是佩奇送给我的 这个是乔治送给我的 这个呀 是小猫看底送给我的 他们说 好朋友就应该分享 哦 原来是这样呀 明天爷爷给你们准备一点零食 你也和他们一起分享吧 好呀 好呀 爷爷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有好吃的 会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吗 如果会的话就发送666 如果不会的话就发送999吧 姐姐姐姐 我想出去玩 乔治 乖 咱们不出去玩 外面危险 有坏人 不不不 我就要出去 我就是要出去 诶 乔治 乔治 快回来 小朋友 要不要玩滑板车呀 我的滑板车呀 可好玩了 我要玩滑板车 啊哈 滑板车可真好玩 比家里好玩多了 啊哈 现在的小孩呀 真好骗 等一下把他给骗走 这回就赚大了 小朋友 我这儿滑板车好玩呀 我家有更好玩的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呀 真的吗 好呀 好呀 乔治 你不能和他去 他是坏人 他不是坏人 他刚刚还把滑板车给我玩了呢 对对对 我是好人 我不会伤害你的 乔治 走吧 乔治 乔治呀 你要先信姐姐呀 他真的是坏人 叮咚叮咚叮咚 不好了 不好了 警察来了 赶紧跑 诶 他怎么跑了呀 乔治 因为他是坏人呀 刚刚看见警车来了 当然得跑啊 以后你要听姐姐的话 不能到处乱跑哦 姐姐 我错了 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以后出门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哦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点击一颗小红星或者666吧 奥特曼爸爸 你快看看 是你们家谁纳走了我的糖果呀 你看我的糖果一个都没有了 乔治 你别着急 我这就去给你找找 你有没有看见乔治的糖果呀 爸爸 我怎么会看见乔治的糖果呀 看 我这是你给我买的巧克力豆 不信呀 我打开给你看看 嗯 还真不是你拿的 小布鲁 大白天的 你躺在床上干什么呀 乔治的糖果不见了 你看见了吗 我 我 我 爸爸 爸爸你说什么呢 乔治的糖果 我怎么会看见 那你没有看见 把你的被子掀开 让爸爸检查一下 我才不让你检查呢 你不能检查 嗯 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呀 快跟爸爸说实话 是不是你拿了乔治的糖果呀 爸爸 我没拿 就不是我拿的 小布鲁 大黄的人会长出藏藏的鼻子哦 我才不信呢 啊 布鲁 你的鼻子怎么长藏了呀 啊 天哪 原来是真的呀 小黄会长鼻子 爸爸 爸爸 我错了 我 我不该杀黄啊 你看吧 我确实拿了乔治的糖果哦 你快想想办法吧 这 这可能需要小朋友们帮忙 只要小朋友们能原谅你 你的鼻子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小朋友们 小布鲁已经知道错了 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 如果原谅他的话 就发送数字123吧 孩子们 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带上你们的乐器吧 那老师就先过去咯 嗯 我是手风琴手 瑞贝卡 我要带上我的手风琴 我是吉他手 小杨苏西 我也要带上我的吉他 去弹这美妙的音乐 我是大提琴手 佩奇 我要带上我的大提琴 还有弓 哎 不对呀 怎么光有弓 我的大提琴怎么不见了 佩奇 你是不是把你的大提琴放家里了呀 没有 我记得我带出门了 而且我刚刚还看见啊 嗯 那你好好想想 你到底放哪里了呀 啦啦啦啦啦啦 哇 这个可真好玩 乔治 原来大提琴被你拿走了 你快还给我 我还要去参加音乐会呢 不不不 我不还 姐姐 我还没玩够呢 乔治 那不是玩具 那是我的大提琴 乔治 那你怎样才能还给我呀 姐姐 除非你给我一个小红心 我就把你的大提琴还给你 但 但是我没有小红心 这个怎么办呀 嗯 对了 手机前聪明的小朋友 你们手里有很多小红心呀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给乔治 让他把大提琴还给我 我还要去参加音乐节呢 哎呀哎呀 祝妈妈快了 快来了 我把他的口红给弄淡了 我得赶紧藏起来 哎呀哎呀 这是考试 我考试不及格 妈妈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打我屁股的 我得赶紧藏起来 哎 爸爸 你怎么也躲在这里呀 噓 别让你妈妈听到了 快藏好 嗯 嗯 怎么办呀 我 我把床单给尿湿了 妈妈要是知道 肯定会罚我洗床单了 不行 我得赶紧藏起来 哎 爸爸 姐姐 你们怎么也躲在这里呀 乔治 你是不是也干什么坏事了呀 别吵吵 别吵吵 剩一小点 不然会被妈妈发现的 哎呀 真是气死我 这两个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猪爸爸怎么也不见了 真吃的一床货就知道跑 我要想一个办法 嗯 有了 你们谁想吃棒棒糖呀 哇 有棒棒糖可以吃 妈妈妈妈妈 我要吃棒棒糖 妈妈 我也要吃棒棒糖 好呀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 哎 那孩子们 我们就先回厨房去吃 好吃的红烧肉吧 啊 猪妈妈 我 我也想吃红烧肉 你快把我救出来吧 我出不来了 猪爸爸 你刚刚不是不想下来吗 我 我错了 拜拜拜托你了 猪妈妈 那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救猪爸爸出来呀 如果要救他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 如果不要我救他的话 就发送数字666告诉我吧 佩奇乔治 你的妈妈呀 和她的闺蜜出去逛街去了 你们俩赶快睡觉 可是爸爸 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讲故事 哎呀 可是我也不会讲故事呀 爸爸 你要是不给我们讲故事的话 我们睡不着 啊 嗯 那好吧 爸爸不会讲故事 那爸爸就给你们讲个笑话吧 好呀 好呀 爸爸笑话也挺好的 爸爸呀 有趣 去菜市场看见一位叔叔 他呢 买了一袋土豆 但是呢 他的袋子呀 漏了一个洞 然后呀 他掉一个土豆 我就剪一个 他一会儿掉一个土豆 我就一会儿剪一个土豆 然后呀 剪土豆 就剪到别人家去了 别人就问爸爸 你为啥跟着我呀 嗯 爸爸 就跟那个叔叔说 我呀 是来给你送土豆的 爸爸 真搞笑 爸爸爸爸 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吧 有一次呀 我穿裙子 我说 哎 这裙子怎么这么大呀 哈哈 原来是妈妈的 啊 呵呵 妈妈的裙子这么大 你穿不了了吧 哈哈 哎 快 小猪佩奇 乔治 赶快睡觉 你的妈妈回来了 叔爸爸 叔爸爸 乔治 佩奇 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了 可是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怎么听见有笑声呀 啊 朱妈妈 你幻听了 没有 没有笑声 没有 啊 真的没有吗 小朋友们 佩奇和乔治 真的认真在睡觉吗 赶快点 你小黄心评论 告诉我吧 这个呀 是我的西瓜足球 你别看它是西瓜的模样 其实它是足球哦 这个是我爸爸 专门亲手给我做的哦 你们看 是不是很好看呀 我踢 我踢 嘿嘿 好好玩呀 哎呀 我的猪子好痛呀 不行 我得去上趟厕所 就把球放在这吧 反正这也没人 哎 这是什么呀 是个西瓜诶 不过 这西瓜有点小 没事没事 小 有能解渴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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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西瓜 怎么有弹性呀 怎么不像西瓜呢 我记得 西瓜甜甜的 好吃呀 这个 怎么什么我都没有呀 哎 我的西瓜球去哪了呀 怎么不见了呀 鲨鱼 鲨鱼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西瓜球呀 难道是这个吗 对呀 对呀 乔治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哎呀 呸呸呸呸呸 脏死了 哎呀 我走了 走了 哎 大鲨鱼 这是怎么了呀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如果知道的话 就点击小公司 告诉我吧 同学们 同学们 今天老师给你们发零食啦 同学们 你们想吃什么零食呢 老师 我要吃那个棒棒糖 老师 我要吃那个蔬菜形状的泡泡糖 老师 老师 我要吃巧克力 哈哈 来 棒棒糖给你 蔬菜形状的泡泡糖给你 然后呀 给你巧克力 哎 乔治去哪了呀 老师 老师 乔治去上厕所了 哦 他去上厕所了 那我去把零食放在这儿吧 你慢慢吃 老师先去吃饭啦 等上课 老师再过来 老师给我准备的棒棒糖 我要开吃咯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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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甜 好甜 我也要开吃咯 我要是老师给我准备的巧克力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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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巧克力又像了一天 可好吃了呢 该我啦 老师给我准备了蔬菜形状的泡泡糖 一定很好吃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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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老师 我还没吃饱呢 哎 这个是乔治 雪糕形状的棒棒糖 看上去好美味呀 我把它吃了吧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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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也好吃 这个也好吃 我回来了 哎 刚刚老师给我准备的零食 怎么没有了呀 啊 乔治 对不起 刚刚我太饿了 就给你吃了 啊 你给我吃了 我吃什么呀 我还饿着呢 我还没吃过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送点吃的给我吗 要是愿意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 我真的好饿呀 怪兽怪兽 别追我了 大鳄鱼哥哥 你快救救我吧 佩奇 别怕 你快躲到我身后 可 可是这样 我还是会被怪兽发现的呀 没关系的 只要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给你发送小红星 你就可以隐身了 怪兽就发现不了你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小红星 让我隐身吧 不然我就会被怪兽抓走的呀 佩奇 我看到你了 别以为你躲到 后面我就找不到你了 小朋友们 你们怎么还没有发送小红星呀 不然佩奇就会被怪兽抓走了呀 哇 佩奇真的隐身了 谢谢小朋友们发送的小红星 这个怪兽真是太可恶了 我鳄鱼 今天一定要好好地教训它 救你一个 鳄鱼 你还想教训我 我才不怕你呢 让你小瞧我看我的鳄鱼公 让你欺负佩奇 哎呀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 算了算 我还是赶快跑吧 佩奇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鳄鱼哥哥 真是太谢谢你保护我啦 乔治 乔治呀 你放着摸到奥特曼卡 骗在家干嘛呀 姐姐姐姐姐 我告诉你哦 如果有怪兽来的话 他看见这些奥特曼卡片 会被他吓跑的 啊 看见奥特曼卡片 会被吓跑吗 他们呀 肯定以为奥特曼 住在卡片里 哎 姐姐姐姐姐 我听见有怪兽进来了 咱们赶紧躲起来吧 哈哈 来佩奇乔就叫 溜达溜达 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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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这么多奥特曼卡片呀 哎呀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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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倒霉了 哎呀 我 我得小心点 小心点 哎呀 不行 不行 太可怕了 我 我还是赶紧跑吧 哎呀 太吓人了 打不过 打不过呀 哈哈哈 姐姐 你看 是不是怪兽害怕的呀 这个怪兽可真笨 奥特曼卡片和奥特曼都分不清楚哦 乔治 乔治 你这办法可真好哦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些奥特曼卡片酷不酷呀 要是觉得他酷的话 就点击小红星吧 乔治 再见 姐姐要去上学了 乔治 再见 妈妈要去买菜咯 乔治 你一个人在家 乖乖的 爸爸要出去上班了 啊 爸爸 你也要出门了 可 可是我一个人在家 我会很害怕的 乔治 别怕 爸爸这里有一个秘密武器 爸爸现在就把它给你 哈 这个是豌豆大炮 如果有坏人来的话 你就用这个大炮对着坏人 坏人就会被他吓跑的呀 那你就乖乖待在家里 爸爸出去上班咯 哈哈哈 你们家的大人终于走了 啊 是怪兽 我 我 我 看我的植物大炮放射 没有炮 这 这可怎么办呀 乔治 别担心 我奥特曼来帮你了 乔治 不准欺负我的好朋友乔治 就你一个小奥特曼 我才不怪你呢 让你小瞧我 看我奥特曼光波能量发射 呜 你这个怪兽 欺负我的好朋友 糟糕 我快没能量了 这可怎么办呀 有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赶快发送小红星 给我补充能量 让我打败怪兽吧 妈妈 让我们给他铺床 我上次铺的床不好 就被妈妈教训了一顿 这次我一定要学姐姐配器 这样肯定就不会出错了 姐姐 你先铺床吧 那好吧 我先铺吧 我要在妈妈的床上 放上好吃的饼干 这样也放上 好了 我放好了 哈哈 姐姐你在想什么呀 谁都知道妈妈最喜欢吃甜食了 不喜欢吃这些没味道的饼干 这次我可不学姐姐 我要给妈妈放好吃的糖果 还是不同口味的呢 如果妈妈看见了 肯定会表扬我的 哈哈 我的床也铺好了 姐姐 你又等着妈妈教训你吧 妈妈今天肯定会奖励我好吃的 孩子们 妈妈回来了 嗯 你们的床都铺好了 那我来检查检查吧 嗯 佩奇放的是好吃的饼干 那我看看乔治放的是什么呀 嗯 三种不同口味的糖果 瞧着 你赶紧拿着哨把去打扫卫生 佩奇 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 走 让妈妈去吃好吃的 妈妈 妈妈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妈妈前几天去检查牙齿 牙齿坏了 医生说不能吃糖了 你这都不了解 妈妈生病了 还给妈妈吃这么多糖果 还是我的佩奇关心妈妈 知道心疼妈妈 就给妈妈放了一些不甜的饼干 真是我的乖女儿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这样做 公不公平呀 如果觉得我这样做对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